吃這個肉餅 一定要有一瓶酒在旁邊才行 超級送酒 真的好味道爆炸 Hello 大家好 我想說是一個在家中 長期都自受歡迎的家庭送菜 是說肉餅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菜式 我試過很多次不同的份量 不同的拌法 但是這個已經是第十多二十個版本 這個版本告訴大家 肯定是沒有出錯的 而且它更方便到 真的這麼少材料就行 不用不交 先跟大家喝一杯 有很多種肉餅當中是最能夠下酒的一個菜式 今天做的就是 鹹魚 土油 煎的肉餅 有些朋友是情願蒸排骨 都不願意做肉餅 因為他們都覺得麻煩 而且很難掌控 經常蒸出來的肉餅 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是粗糙的 加多些粉 加多些水 但是也有時拯救不到 原來你只要這麼簡單 放這幾樣材料 蒸出來的肉餅 是每一次都不會粗糙的 你不需要生粉 基本上不需要調味品 你只需要有甚麼呢 豬肉 我就強烈建議 如果你真的不是為了消磨時間 就買攪碎的就可以了 有些人就說 自己剪刀就咬下去 有多些口感 其實口感很多時候 並不是在剪刀那裏 是你怎樣撈那裏 除了豬肉之外 就是它了 就是鯪魚肉 豬肉 鯪魚肉 這兩種混合 就已經是一個無敵的肉餅 很多時候朋友 會怕肉餅蒸不散修修 又加粉 又左搭 又搭 又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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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幾樣東西錯了 一 我們蒸肉餅 是不應該 好似吃豬肉丸 不是要凍又凍又凍又彈開 我們肉餅應該是 因為蒸好後 表面有點凹凸不平 而你夾開的時候 裡面應該是有洞 有氣孔的 我突然之間見到 有些客家人 潮州人 他們都喜歡 豬和魚混合在一起 通常都是煎的 煎出來是很好吃的 首先我們就要 先蒸這個鹹魚 我通常都會用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那些 鮑魚 煤香的鮑魚 鹹魚它便宜的 即是這些 樽裝那些 通雜貨店都有 它煤香味道夠霸道 你一放進去肉餅裡 煎也好 蒸也好 那些味道走出來的時候 很濃烈 非常之重口味 這個是我喜歡的 如果大家 如果我一般的 回香 你可以找些實肉的 滑仔 有些實肉的黃花 那些鹹魚 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吃鹹魚的味 這個就最好了 這些是生的 先蒸熟它 其實蒸熟它也很簡單 只要切幾片薑 放幾片薑絲下去便可以 這些鹹魚很快熟 蒸它大約是 如果真的熟 四分鐘就什麼都熟了 接著我們就開始處理肉餅了 我這個只不過是買回來的 豬肉這裡有300克 最棒的比例就是豬肉的一半 這裡有150克的鯪魚肉 鯪魚肉已經有調校了味 它已經搭好了 如果你蒸得不好 即是你肥瘦的比例不適 它出來的時候很糟 這些鯪魚肉正正好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令到你的肉餅 你隨便混合它便可以了 蒸出來的時間 滑又豐富了一些味道 又不是只是豬肉的味道 有少許魚的鮮味 我們蒸肉餅 並不是做豬肉丸 你又不應該攪到它 整顆乒乓球 我見到一些人不斷攪 攪到它蒸完出來 它的成品 本身的碟 就這麼大隻 但蒸完出來 肉餅在中間只有這麼少 就要明確地告訴大家 這個肉餅已經起了筋 又不好看了 旁邊的水漏漏漏 又縮到剩下一粒 在攪拌這個肉餅的時候 其實你用筷子便很足夠 攪拌均勻 不用左搭右搭 這個只不過是我自己覺得 懶人恩物的一個 recipe 你見到現在 我攪拌到這麼快 其實做肉餅 真的不要咬緊牙齒 燈痕腳趾 不斷攪拌它 這個質地 已經是我想要的質地 這個 recipe 另一個好處 是真的不用那麼多調味料 因為這次有鹹魚 如果你說鹹魚我都一般 有沒有其他種呢 加些冬菜 拌勻它 但是需要平的湯匙 已經夠了 不斷洗洗它 沖沖它 然後剁碎它 然後加進去 完成 等多一分鐘左右 鹹魚就蒸好 我們就可以拆肉去骨 放進去 我這裡蒸了三塊 如果淡口味一點 加兩片都夠 但是我們用來送走的 當然是 壓手帶車了 很多朋友 喜歡在這個時候 加一點配料 加些薑粒 有些人加些胡椒粉 但是我覺得 說得明是懶人 recipe 現在基本上 這個肉餅 拌好 這個尺寸 不是很大塊的 為什麼不用大隻一點 這些體型的魷魚 反而薄薄的 你吃下去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韌 現在它的鮮味 也不會比大隻的 和這個味道相差很遠 我們先處理這裡 看到它有條軟骨 先退出 不要 我現在做這個 recipe 是不需要浸水的 浸太久 味道也會淡 你只要洗一下就可以了 將一塊魷魚 放進這碗水裡 揉一下它 因為它有些白色的 這些是鹽的結晶 洗完 這個魷魚頭 也不斷洗一下 魷魚頭 稍稍要多花一點時間 去撕掉它的嘴 你知道 魷魚的嘴 和眼睛 有時候咬中 很討厭 又會立即熟 不斷攝著牙齒 摸到的 突然間有一個嘴 你這樣去洗它 不要浸 你會保留 這些魷魚大部分的味道 因為這次我打算切絲 很多朋友喜歡這樣 打橫絲 魷魚肌理的紋路 是這樣的 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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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又順著它 這條紋絲 那就糟了 它也是硬的 這條紋絲 你吃的時間 就要剪斷它 這樣你呢 就會剪到 魷魚肌理 只是這麼短 這個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油油的 剪掉它 將剛才剪好的土油 放在盤上 接著用來蒸熟它 土油放在蒸熟裡 因為我們切得很幼 大約蒸它兩分鐘 或三分鐘 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處理這個肉餅 現在我們就開始 煎這個鹹魚肉餅 先把肉餅做到 然後再放入 就開始下鍋了 還有魷魚肉肉餅 開中火 我用熱量壓在肉餅上面 因為有方便壓去 壓它 壓它便不會黏著殼 和肉餅的肉 你一直煎 一直會聞到 香味道 好厲害 慢慢來,大家不要急,先喝一杯 小炒店那裏,通常和你說煎的鹹魚肉餅 九成都是炸出來的 煎就沒理由連邊和底部一樣色 這樣煎法是香很多的 如果大家煎太熱,蒸都可以 像剛才那樣,拌完之後,就這樣拿去蒸 現在大約煎了,這個肉餅煎了三分多鐘 應該四分鐘左右就可以煎熟 即是這個厚度,但到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鹹魚肉餅就煎好了 你可以看到,明顯地,那些肉沒有攪得很厲害 雖然它是攪肉,但它還是可以維持到 有些粒粒的狀態 吃這個肉餅,一定要有一瓶酒在旁邊才行 超級送酒 真是好吃到爆炸 這麼簡單,這麼容易做 有這麼好吃的下酒小菜 大家不妨 有一杯在手的時間,煎回來 合物自己開心 一杯 哇,很好吃 嗯 這個節目是 《ORANGE》的提供 提供》 《ORANGE》 《ORANGE》